下个礼拜 众所期待 一整年科技趋势的大焦点 CES大展要登场咯 好 要请齐渊老师来帮我们看一看 下个礼拜这次AI会继续搭戏台 还是要盛访利多出金 我觉得股市会有一个 所谓修正的机会 我们也不能说是利多出金 因为AIPC这一块 基本上也没有所谓利多出金的问题 我认为它最起码在今年第二季之前 AIPC它都还是会一个 指标性的一个类股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确定 因为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CHAP GDP 因为CHAP GDP这个东西 其实你必须要联网 那你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没有联网的时候 也可以用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思考的一点 那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它速度会更快 就是因为你本身电脑如果自建这样的东西的话 它的速度是会更快的 那当然这些东西还有包括所谓的一种 这个所谓仿生的晶片 或者是像这种神经连结的这种所谓的 这个元件 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未来我们所看到的笔电 它可能不再是一个所谓单纯的文书处理的工具 那它也不会是单纯的只是你来看片的工具 它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 是你可以跟它对话的 那你可以跟它对话的时候 很多过程它必须要透过你的生物特征 去做所谓的运算 那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看到AIPC的原因 那前阵子音乐达它说它已经自行研发 这个所谓NPU 其实NPU是一个关键字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自行研发这件事情 因为含金量最高的是自己研发 不是跟别人买 这个是它差异的地方 所以你看音乐达它自行研发这样的东西 它是你有能力做得出来了吗 还是我只是喊喊话谁都可以我也在自行研发 他们是有能力做得出来的 真的喔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笔电厂他们其实长期在做组装 大概那些东西你CPU架构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那个你的显卡架构是什么 大家大概都知道 只是说你的本业你的产线 你已经专门在做笔电了 你还要不要再set up一个新的产线去做别的 这个是他们要去思考的部分 还有所谓国际竞争的这一块 那如果说以后我必须要做到AIPC 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的里面必须要具备所谓的离线 我可以做一个所谓的AI运算的能力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电脑 它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市长成长率 我认为是有机会看到一个波段上去的 讲到这个离线 我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你离线要能够使用 表示说你应该在整个电脑 光一台电脑要自建这样的一个data量 所以在记忆体储存量会是一个延伸性的教育 它会是一个概念 那当然有些东西它可以在你的这个所谓 记忆体的这个所谓结构的不同 所以你看到最近其实像我们那个 我们之前讲的AIPC 对不对 你看最近其实也蛮强都没什么大跌 对为什么因为一直整合这种所谓堆叠的概念 其实未来它会是一个高速运算 对对就是它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修正 就像我在观察它蛮久 就在前高到现在都还在维持高档整理 可是台股其实已经开始在修正了 那你以为我不是告诉你现在可以去买它 而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说 AIPC这一块它会是在未来第一季 跟第二季的一个主要方向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做记忆体的话 我要有特殊的技巧 比如说3D堆叠这一块 那我是有机会受惠 可是在其他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所谓的 衍生性的这个去投资 比如说像你看除了音乐达这样之外 它的线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线形 其实它过去那一根带量长黑的那一块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量 我们看到这么大的量 大部分投资人都会害怕 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底部出现大量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这些人为什么买 因为有人卖一定有人买 有人卖一定有人买 那为什么这些人 纵然它是长黑黑的大量 也是这样子判断吗 你要看位置 因为它是前高修正下来 其实3块修正到40几块 那它通常一般大户卖 不会在底部的时候卖 它上去的时候就一路卖 那一路卖的时候什么时候会收 如果它在底部的时候找到机会 这个地方它可能就会收 然后顺便把先前踏脑的全部都清出去 这个是在所谓的长黑银换手量的概念 如果未来这根长黑银的这个高点被突破之后 代表什么代表它是换手成功的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看不懂 其实它现在应该那个黑银过不去 我觉得那一天买股票的人 你要去想它在想什么 因为散户不太可能在那一天 涨了两根涨停板之后我还拼命去追它 这个逻辑其实不太可能成立 那第二点就是说可能这几天的修正 拉上去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些散户追单 那为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讲过 自行研发这一块 其实未来如果NPU在这个 曾经这个单元的这个连结系统 如果可以在所有的笔电上面 慢慢的扩大采用的话 我觉得人保 我觉得它是有 营业打是有机会的 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的这个自驾车的 这个技术等等的这个资源 那它有没有机会在AIPC这一块 去做发挥 另外还有所谓的身家电子 它是做这个屏下观感 你看起来好像这些东西 其实跟笔电或跟PC没有关系 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在触控这一块 有没有可能未来在你的 这个笔电的荧幕上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 资源的这ASIC的这个系纳里面 看得到一些周边的东西 因为它不见得会是一个 主要的运算器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还有接到 其他的这些所谓的 这些元件的话 比如说像耳机或者是麦克风 等等其他的 Anyway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使用到这样 所以在AIPC 还在第二季之前会是主轴 但是选的你已经不是品牌厂了 而是衍生性的这些应用端 有想象空间的应用 因为品牌厂其实宏基 华硕 维星都是拉回是可以观察的 我觉得拉回都是可以观察的 这些个股我认为还是有趋势 还是有趋势 但是如果真的要找空间性来说 应业打 对你可能要应业打 支援这些个股 你可以去想想看 他们的衍生的一些应用 OK这是AI焦点 下礼拜的CS大战 给大家做参考了 看起来AIPC还会是 接下来的主轴大戏了 不过整体来说 我们刚刚讲了 风险性确实开始有在升温 至少很多涨多的都开始 纷纷在休息 甚至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所以我们手上的个股 跟投资组合 到底该怎么重新配置 休息一下 继续回来